Hello 大家好 我是Lu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在Sephora打折的时候呢 我买了一个Sephora Favorite里面的Sun Safety Kit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防晒霜的套组 那它这里面呢 一共是有12个防晒霜 其中有一个是Full Size 还有其他的呢 全部都是小样 那差不多经过一个多月的使用之后呢 我觉得现在也是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了 那这12个防晒霜呢 我会分为两大类 就是物理防晒跟化学防晒 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两个防晒霜的区别 那物理防晒呢 它主要成分是氧化氢和二氧化钛 主要优点呢 是它非常的安全 因为它这个物理防晒是通过在你皮肤表层反色子外线 成而达到防晒的效果的 不会被你的皮肤身体吸收 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 然后呢 你也是涂完以后马上出门 或者你在外面涂上去以后呢 马上就可以达到这个防晒的作用 那它的缺点呢 就是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厚重 比较泛白 然后很多那种formulation不好的话呢 可能会给你的底妆打架 总体来说就是使用感受没有很好 那相反呢 化学防晒它的优点就是使用感受非常的好 然后很轻薄 很好吸收 你白天就是三四个小时重复来涂抹的话呢 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 在化妆之前用呢 也是非常好的 那它的缺点呢 是因为化学防晒是通过被人体吸收成 来达到防晒的作用的嘛 所以很多成分呢 对人体或者对环境都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比如说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啊 或者是你怀孕的时候 可能很多专家就不太建议你去用这种化学防晒了 总的来说呢 就是物理防晒跟化学防晒都各有利弊 那我是两种防晒都会用的 就像有一句话说 就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不管是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 只要你涂够了 涂到位了 然后有坚持在涂的话 起到这个防晒的作用 我觉得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看你自己的偏好跟选择吧 那首先呢 和大家来介绍物理防晒的部分 第一个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COOLA的Mineral Sunscreen 它这款呢 是SPF30 然后是含有15%的氧化心 全物理的防晒 它可以防止UVA UVB 还有红光跟蓝光 那它的成分里面呢 也同时含有了烟纤氨 烟纤氨呢 也是可以美白保湿消炎的作用 所以它整体来说 它的成分也是非常好 非常安全的 质地的话呢 是这种乳液的质地 非常的轻薄 好吸收 其实都一开始挤出来的时候 都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化学防晒 但它确实是物理防晒 然后它上面有特别说呢 它是Oil Free的 所以呢 油皮用上来的话 也不会觉得很油腻 很闷豆 COLA这个品牌是我第一次用 那这一款的话 我觉得整体使用感受下来还是挺好的 就不会像传统的物理防晒那么的厚重 然后很闷的感觉 完全不会 那如果说唯一的缺点的话呢 可能是我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泛白的 但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还是可以接受 那如果你是之后要化妆啊什么 其实都不是影响非常的大 我是有些时候没有化妆的时候 就我发现重复涂抹啊 如果你涂了很多的时候 好像眉毛这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泛白 这是它唯一一个小小的缺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不管从成分使用感受上来说呢 都还是很好的 我觉得这款还是挺满意的 first eight beauty 它这一款呢 是有一点点颜色的mineral sunscreen 它的这个颜色呢 是有一点点像肤色吧 它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颜色 我感觉 如果你皮肤是很白的话呢 可能会觉得它这个颜色有一点深了 但是除去它这个颜色之外呢 质地非常的水润加清透 完全感觉不到这个是物理防晒 它也是spf30含有16.8%的氧化心 那同时呢 也含有维他命E 也是抗氧化的 在我的皮肤上 我觉得还好 就没有到让人觉得你皮肤整个都变黑了或者变色了 但是还是稍微深了一点点 如果你皮肤特别白的话 可能会觉得深 但除了这一点以外 也是完全没有缺点的一个物理防晒 整个使用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轻薄 比较推荐就是如果你在化妆之前用啊 如果你皮肤敏感的话呢 用它的话也是非常推荐 接下来呢 就是Drunk Elephant的Uber Tint Physical Daily Defense 这款Sunscreen是带有颜色的 然后它是spf30里面呢 也是含有20%的氧化心 它这款的优点呢 是它的成分很安全 然后含有很多的抗氧化剂 所以它的成分来说 Drunk Elephant的产品成分来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呢 它又含有20%的氧化心 所以防晒能力呢 也是非常强的 但是Drunk Elephant的防晒霜呢 可以说是Drunk Elephant这个品牌里面 我最不喜欢用的产品了 因为它那款白色的 我之前也有给大家提过吧 是我最不喜欢用的防晒霜 只要我涂上脸之后 我真的过一两分钟 我整个脸都在爆汗 就是感觉是闷到爆汗的那种门 真的很不舒服 这款呢 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白色那款再轻薄一点 但是呢 它上脸之后还是有一种那种油膜感 就是你摸在脸上的时候就还是感觉会有黏黏的那种感觉 那还有一个 因为它是有颜色的嘛 它颜色也是有一点点深 所以如果皮肤白的人呢 那这款你可以真的忽略了 因为它还是有一点颜色的 但如果你是皮肤可能本来就比较黑或者美黑过的人呢 就非常适合了 Biosense它这款Sunscreen呢 是含有SPF30 然后PA3个加 它里面呢 主要成分也是14%的氧化芯 那值得一提的呢 是Biosense它所有产品都是含有绞沙丸的 绞沙丸呢 就是对皮肤有非常好的保湿滋润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款防晒霜呢 它其实你刚刚挤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质地还是比较轻盈的 在物理防晒里面 它还是算是比较轻薄的质地 总体来说 不管是从成分啊 防晒能力 还有就是质感上来说 我觉得我都可以给它满分 这个Sunscreen其实也是叫做Share Mineral Sunscreen 所以就是涂完脸上以后 脸就感觉自带光泽 这款Sunscreen呢 会更加适合干皮来用 Ren Clean Skin Care 这款防晒霜 其实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它是SPF30 然后也是含有20%的氧化芯 所以从防晒能力上来说呢 它也是具有非常好的防晒能力的 它是有一个雾面的质感的 因为像前面的Biosyns 我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在脸上以后它不会沉膜 还是有一点油亮的内容 那这款呢 它就是会比较matte一点 所以油皮的话呢 这款我觉得会稍微适合一点 那它的缺点呢 是我后来去看成分表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些香料的 但是也是在成分表的比较靠最后的位置了 我自己是觉得它这个味道没有非常的强烈 比一些其他品牌的香味要淡很多 所以这款呢 我会比较推荐给油皮 然后想要用物理防晒 不想要就是涂完以后脸上油油亮亮的话呢 我觉得这款还是蛮推荐的 整包里面唯一的一个floor size 那它这款呢 是SPF50 含有4.9%的二氧化钛和4.42%的氧化钛 其中呢 含有维森素E和褪黑素 所以呢 它是主打一个可以美白抗斑的防晒霜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防晒最重要的工作 还是就是去抵抗紫外线嘛 所以我觉得蛋斑啊 美白啊 还是交给专业就是蛋斑美白的精华来比较好 也是因为它这个里面是含有精油的 那含有精油的这个防晒霜 我觉得都不太适合长期使用 但如果说这个防晒霜质地呀 成分都特别好 那它又含有这种香料的话 我觉得如果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我还是会去买 但如果可以选择不去买的情况下 我就会尽量去避免这种含有香料的护肤品 那接下来呢 就是化学防晒的部分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Lancome UV Expert Auqua Gel Sunscreen 它是有这个SPF50的 防晒能力非常的强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质地非常的感人 很水润 很轻薄 好吸收 就是你能用上的所有的词 去形容防晒霜的这种使用感受的话 它都可以有 使用感受真的很棒 然后就是重复涂抹呀 完全都不会有压力 但它的缺点呢 也是有的 缺点是我觉得它成分没有非常的完美 其中呢 就含有大量的香料 其实你也不用去看成分 你涂在手上 闻闻 闻一闻就知道 它真的是挺香的 但这个香味还好 就没有让人觉得很讨厌或不好闻吧 还有一个呢 是它的这个里面成分 还有Oxybenzo 这个成分呢 也是说对海洋生物啊 还有对人体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尽量呢 如果可以避免的话呢 我们就还是避免一下 我觉得可以偶尔涂一下吧 就不太建议就是每一天 每天重复涂抹三遍 然后大量的这样去使用 那接下来呢 是两款 Shiseido的防晒霜 我先说我比较喜欢的这款是白色的 白色的这款呢 它是雾化结合的 这样的一个防晒霜 它里面呢 也是含有12.5%的氧化芯 所以呢 我个人是最喜欢 就是这种雾化结合的防晒霜 使用感又好 然后又相对来说 稍微安全一点嘛 然后呢 它也是不含有Oxybenzo的 那它的质感呢 也是非常好 就是完全就是那种液体 还有一个优点呢 就是它可以防水防汗 就夏天你在户外的时候啊 会流汗啊 或者去游泳的时候 那这款防晒霜也是非常适合的 总体来说 这款防晒霜 化学防晒应该是这一包里面 最喜欢的化学防晒之一了 我觉得我这款之后也是会去来回购的 那蓝色的这款呢 它会比白色的那一款的防晒能力再高一点 并且呢 防水的时间也更久一点 蓝色这款呢 它可以防水时间达到80分钟 蓝色的这款呢 它是防水40分钟 所以蓝色这款其实它是非常适合你去户外的时候用啊 包括你去游泳的时候用也非常的好 那它的这款也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很有大量的香料跟酒精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身体的防晒霜 在夏天的时候来用还是挺好的 因为你身体上真的如果涂那个物理防晒的话 确实是太厚重了 然后夏天又很热很闷嘛 那其实真的有些时候物理防晒是做不到像化学防晒使用感受这么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物理防晒如果你去游泳的时候呢 你涂在身上 你下水之后你就会发现基本上都已经掉了 就因为它是在你皮肤表面的嘛 物理防晒 所以就是不太适合你去游泳啊 户外 蓝色的自身糖这个呢 就非常适合你在夏天的时候用来涂身体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白色的涂脸 蓝色的涂身体 我个人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 那接下来呢 就是两个GOOP的防晒霜 第一个呢 就是我手上这个Unseen Sunscreen 觉得应该是在这一包里面化学防晒的第一名 我个人的排名 它这款呢 是有SPF40 然后并且有PA3个加 然后呢 还有防水能力40分钟 不管从防晒能力还有功能性来说都是很好的 而且它成分也是相对于其他化学防晒来说 也是不含有这种香精啊 酒精 也是相对来说更加安全的这种化学防晒 那最最值得一提的呢 是它的这个质地很特别 就是是我从来都没有用过的防晒霜 它这个质地真的好顺滑 好顺滑 就是可以说就是像巧克力的丝滑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丝滑 而且是没有颜色的 完全是透明的 所以它是可以来遮毛孔的 在妆前用也非常的适合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 是它不仅可以防UVA UVB呢 它也是可以防蓝光的 然后成分里面也是不含有这种香料的 那这款呢 也是我用完这个小样之后 我会去买大样的 这款呢 就是这个Super Group的PLAY 它是SPF50 然后PA4个加 也是防水防汗 有80分钟 所以相对于这个UNSIM来说呢 它更加适合在身体上用 然后户外啊 也是户外游泳的时候来用 缺点呢 是它的成分里面含有这个ORANGE PEEL和LAMON PEEL 那所以如果你皮肤敏感的话呢 如果在太阳底下就是长期的这样暴晒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敏感 甚至灼伤的可能性 所以呢 如果皮肤的敏感的小伙伴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款的话呢 我是不会用在脸上的 可能偶尔用在身体上还可以接受 再加上它这个味道的话 我觉得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 这款的话呢 我是不太推荐的 Dermalogica的这款Songscreen 它是有SPF50 其实优点呢 是它挺滋润的 基本上你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乳液 就是早上洗完了以后什么都不用用 直接用一个这个 那油皮的话可能会觉得它会太油腻了 因为我觉得使用化学防晒就是喜欢它的这个清爽 还有没有负担的感觉 但这款的话呢 虽然它身为一个化学防晒 但使用起来呢 其实跟物理防晒差不多 就是挺油的 就是挺滋润 挺油的 而且也不会被皮肤很好的吸收 所以油皮的话一定要避免这一款 还是比较适合干皮一点的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希望今天的内容的话呢 有帮助到大家去选择这种不同的防晒霜 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